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在死亡前半年会经历这五个阶段 最好早点做好准备 我想很多人都好奇过一个问题 当我老了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各种有趣的软件也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它们可以通过算法帮我们拟合出未来几十年的容颜 但不得不说变老并不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前段时间有一部评分9.0的韩剧《耀眼》 讲述了一位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故事 剧集的上半段讲述了25岁的女主角惠子 为救回父亲转动了能时光倒流的手表 自己却因此一夜间变老 变成了一位65岁的老妇人 她从最初的拒绝反复拨弄手表 企图自杀被救 再到最后的不得不接受 整个历程正是我们每个人对变老的挣扎 当衰老骤然降临 很多年轻时无法体会 甚至觉得好笑的行为也都在一瞬间被感知到了 体力在消失 身体变得大不如前 那些年轻时进而易举的事情也变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变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感知着身心机能的日渐流逝 恐惧着生命终点的到来 他们面对的是人生最残忍的事情 中午在饭店吃饭 临桌是一群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 在谈到未来时 其中一人说 我真的很难想象 人到中年胖出一个大大的啤酒度会是什么样子 听到这话 我们这一桌的几位中年大叔不自觉地挺胸膝腹端正了坐姿 一时忘了刚才还在热烈地抨击着的广场舞绕迷的话题 我们总是在务实步笑百步 年轻的时候以为中年已是遥不可及 未来总在将来 待到老时 百步之后再无将来 年轻人自以为不畏死 那是因为自以为死亡离得很远 人老了就怕死 那是因为身体以及周遭的环境 无疑不再提醒着他们 死亡已经并不遥远 一 身体日渐衰老 无论医学在延缓衰老方面的研究有多么大的突破 生理的衰老依旧是无法避免的 从30岁开始 我们的心脏磅穴功能逐年下降 40岁左右肌肉的力量开始走下坡路 古密度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 到了80岁时 我们会丢失将近25%到50%的肌肉 同样 大脑的处理速度从40岁左右开始降低 到85岁 40%的人都可能患上老年痴呆 支部曾经和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结队 最初的几年 我们去看望他时 他一直说自己一切都好 社区也帮他请了终点工 每天吃得下睡得香 有时还下楼去散步 但到了这几年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爬不动楼梯了 吃的也少了 经常会被浑身各种疼痛折磨的寝食难安 他开始一遍遍地告诉我们 他的遗嘱在哪里 他的物品要如何安置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 你们不要哄我开心 我知道我快要走了 走之前 我必须把这些事都安排好 只有这样才能安心啊 这就是老人的生理现实 衰老正以不可逆的速度 蚕食着生命的能量 逼迫着老年人用日渐无力的躯体 去面对最残忍的课题 二 亲友逐渐离去 网络中经常会因为过劳猝死的新闻 而引发热议 这正是因为同龄人的骤然离去 激起了我们自身对死亡的恐惧 眼看着身边的亲友一个个离去 感同身受着他们被病魔折磨的痛苦 老年人必然会产生恐惧与焦虑心理 也因此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趁虚而入的机会 中年人健身泡枸杞 老年人跳广场舞 听保健讲座 都一样是希望生命可以延续的长一些 再长一些 离死亡远一点 再远一点 死亡是终极的丧失 躯体的衰老 周围的亲友的离去 老人真切地感知着丧失的破镜 会更明显地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 这是因为 首先 死亡会使我们与深爱的人分离 而这样永久性的丧失必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悲伤 其次 死亡意味着生命的尽头 所有的遗憾都将不复实现 所有的美好也都将烟消云散 再次 当我们亲眼目睹身边的人饱受折磨 更会害怕自己日渐老去的躯体 也将遭受如此的痛苦 害怕情感上的孤独与寂寞 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了吧 日本NHK电台的即时著作 无缘社会中一位独居的老夫人的话 透露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凉与无力 心理学家库伯勒·洛斯提出过 死亡经历五阶段理论 即人们在面对死亡时 必然会经历以下的转变过程 第一阶段 否认 当知道自己离死亡渐进时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难以接受 会告诉自己那不是真的 会感到恐惧 第二阶段 愤怒 当知道自己求生的愿望无法实现时 会觉得命运不公 内心的不甘转化成了怨气 愤怒不已 第三阶段 争取 于时间讨价还价 希望找到各种方法推迟死亡的到来 或是告诉自己 还要活着去实现一个个未了的心愿 第四阶段 抑郁 当各种努力之后 意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 就会产生极度悲伤和抑郁的情绪 第五阶段 接受 这是最终的无奈 也是于时间抗争后不得不接受的宁静 虽然后来的很多研究表明 许多人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 都跳过了一个或多个阶段 或是顺序颠倒 但是在日渐走向终点的人生之路上 这种内心的恐惧 不甘 以及悲哀 是每个人都将会体验到的情感 无意幸免 接受自己老去 对于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老去意味着离去 离去意味着最终的丧失 缓解恐惧的方法 为有陪伴 记得我第一次去养老院参加志愿者活动之前 公益团队的负责人发给我们人手一册 关于老年人心理慰藉的指南 里面有一章讲述的是死亡教育的话题 说到底就是教育 老人要直面死亡 接纳生命的终结之无奈 可是到了养老院 在与几位老人的聊天过程中 我反而受教颇多 他们是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的长者 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传授教育什么 相反 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倾听与陪伴 关于死亡 他们比我们懂得多 即使有恐惧 他们也比我们更了解 恐惧所意味的是什么 在聊天中 他们有的人会回顾自己曾经的辉煌 还有一些荒唐的小恶 有的人会告诉我们 他们一生的信仰和坚持 有的人会讲述身体的各种不舒服 但同时还不忘提醒我们 去看看隔壁床那个不能动的病人 每次去 我们都会对老人们说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 老人们明知道这只是安慰 却依旧暖心地对我们道谢 我记得有一位做过厂长的爷爷 还喜欢大声回答我们 一定会好起来的 有时候真的说不清楚 到底是谁在安慰谁 是谁在关怀谁 死亡是认谁也躲不过的宿命 有句老话叫做 莫笑他人老 终须还到老 没有人在老去的时候 不倦念生命的美好 不惧怕生命的消逝 我们虽然无法阻止死亡的来临 但我们可以在他来临前 过好自己的生活 把握好每一天 年轻时的我们或许有时间 但没有财力 中年的我们有了财力 却没了时间 而退休后的我们 终于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和金钱 也是时候做我们想做的事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